日本有电车吃汗 在没想到台铁也有一份火车的吃汗名单 因为为了保护乘客的安全 铁路的警局呢是列管了 曾经在火车上性骚扰乘客的吃汗样貌 派了便衣远警跟肩 只要惯犯一进站就会被盯上 人潮众多的台铁安全问题似乎也受到关注 光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就有20起火车上的性骚扰事件 没想到台铁也有一份火车吃汗的黑名单 目前已经有超过10位以上的火车吃汗被登记列管 曾经做过案了 那我们会把他们建党起来 铁路警察局更是派了便衣远警不定期的跟肩 一旦发现犯罪行为就能立即逮人 而且除了要牢记惯犯的长相犯案手法 还得定期抽考 我们会包括图片 还有他的一个犯罪的手法 还有加害的这些特征状况 我们会把它做成资料 也提醒民众在深夜搭车时还是要提高警觉 一旦发现性骚扰就要赶快向园警求救